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目前香港的樓市貌似仍然是非常刺激 而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都是比起歷史高位的時候低了大約7% 樓價其實都是相對站得硬正的 只不過現在就有一項數據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就是關於二手盤元的數字 在今個月二手樓的放盤竟然多達26,300多個 是創了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新高 而比較起去年同期的18,200多個放盤 升幅更加高達4.4 這反映出香港對於樓市的所謂剛性需求 就是進一步被消化當中 究竟香港樓市還可以撐多久呢?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二手樓的放盤不斷增加 都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到 比如說香港的一手樓盤供應增加 又或者大家心底裡都明白了 自從今年六月之後 很多人就尋求去移民 對不對? 所以在移民盤方面 事實上就是有所增加的 雖然根據媒體引述的地產中介公司所說 移民盤只是佔大約百分之一 但是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這個數字是被嚴重低估了 因為很多業主在放盤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會很清楚明白地交代自己將會移民 否則就有機會給那些買家押價 做得業主的肯定就想自己的房子賣到一個好的價錢 至於為什麼有些人又肯跟經紀說 準備移民呢? 可能那些人就要急於脫手 尤其是就是趁著 現在的樓價仍是站得穩陣的時候 就趕快賣掉它 準備拿回錢移民 而且也是避免墮入的稅網 比如說英國這樣 如果業主賣那層樓不是自住樓的話 所得的利潤就要交資產增值稅 在計算的時候也很麻煩 又要計算在香港買入的時候 那個英鎊的匯價 然後又要計算賣出的時候 英鎊的匯價 再計算利潤就以英鎊來計算 總之就是糟糕了 所以有些人就索性選擇 一了百了賣掉它 好了 如果在下年一月之後 真的出現移民潮的話 按照計 那個二手盤的供應 就會不斷地上升 至於在買家方面 就會持續下跌才是 因為那些人開始走 大家看看那個數字 在今年7月至10月中 香港人持LOTR入境英國的 就有2116人 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 因為在目前這個 沒有廢全球大流行的期間 再加上英國現在都是 處於一個經濟下行的調整期 仍然是有兩千多人 這樣入境都不可以算為一個小的數字 而且就是有些人可能 純粹就這樣入境 沒有申請LOTR 那個就沒有統計數字了 另外的就是 始終那個5加1的Visa 那個簽證要去到 明年1月31日才正式開放申請 現在英國又封城的時候 這個數字比較低 就不奇怪 但是下年又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去看看 好了 那個剛性需求還頂多久 就一回事 而且還有一件事都很重要的就是 究竟香港那些房子 那個地契是可以去到什麼時候 其實有很多會去到 2047年的6月30日到期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沒有一個 很完整很可靠的說法 是交代得到 究竟這些房子在到期之後 是會怎樣的情況 究竟是會自動續期 還是要收取一塊地租 還是怎樣的 是沒有人可以斬釘截鐵出來說的 是會怎樣的 如果你說到期的時候 要另外吐多一塊錢出來 去續約的就是續期的 那就很嚴重的 如果不是 去到2047年6月30日 就會免費自動續期的 究竟有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出來交代 口說都無憑 有沒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是可以交代清楚 老實說 來到今時今日這個情況 就算寫清楚 都要民眾相信才是 不然到時二十幾年之後 又沒有人應投 又說那些歷史文件 那就無謂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都要在買樓的時候考慮 千萬不要大安指意 想當然 認為2047年一定會平穩過度 就算現在整個大官出來答應你 都沒有用的 那個大官去到2047年的時候 都怕下台了 新官上任又三把火 總之每一個官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想清楚 當然現在你說距離2047年 和現在還有二十六年半的時間 很遙遠 但是始終資產的東西 就不像買一棵菜 都是很多人的人生當中 一件非常之重要的決定 博錯取就無謂了 有人持觀歸故理 自然就有人漏夜趕科場 深圳市政府最近就有一個奇招 向港澳居民招聘公務員 列出了是有四大條件 到底他們要怎樣還留香港的人才 不要讓他們走到五眼聯盟的國家 四大條件就包括了 第一年齡要求就是18至35歲的青年 第二就是學歷要求必須要具有 國家承認的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 如果是外國的學歷 就需要由教育部門去認證 即是在巴基斯坦 還是哪裏讀的假博士 就肯定不行了 哈哈哈哈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身份要求 必須要具有中國國籍的港澳居民 還有第四件事就是 必須要擁護中國憲法 擁護中共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即是政治方面的要求 這四大要求 列出了 到底招聘條件又怎樣 根據HK01所說 那些較好的公務員職位 稅後的收入大概有20萬人民幣 折合大概是23萬港幣 即是除開一個月 兩皮都不夠 似乎是鎮了些 而且一個香港仔去大陸打工 還要打工無員的工 如果沒有背景靠山 到底這個職業路徑會怎樣 會不會很難上位 真是不知道 不過這些工廠到底有多少人去報考 都真是成問題 更何況這些都只不過是較好的職位 如果在香港那些大學畢業 似乎不會這樣委屈自己 這樣的人工 你叫那些香港畢業生怎樣去做 其招不單是深圳市政府出的 根據今天星多日報的報導所說 施政報告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將會由勞工及福利局牽頭 作一個跨部門籌備 細節仍然在敲定當中 初步構思的為期約一年 希望可以開設幾千個職位 協助到香港青年去大灣區的城市工作 職位的種類包括科技和金融業等等 計劃內那些青年可獲每個月大約一萬五千到兩萬元的工資 政府將會提供資助 那就是死得了 政府提供資助才只有那一匹半至兩匹 在香港隨便找一份寫字樓的工資也是差不多價錢 要不需要山長水遠去到那些大灣區城市做呢 你說近一點的深圳都還可以即日來回 即是沒有疫情那時候 你說再遠一點的 那些中山啊 朝慶啊 這樣 肯定就要在當地租家屋來住 又扣一筆的了 七除八扣之下 有多少錢剩呢 你搞這些其實是不是叫做本末倒置 你說比如搞科技行業這樣 明明香港政府啊 就可以利用那個兩制的差異 來到去將香港發展成為互聯網行業的樞紐 當然啦 現在你比起美國不斷斷 就說你是中國的普通一個沿海城市 啊 那你還可以繼續做的 你要做那些事情 那有沒有做呢 啊 大家又不是好像好看得到有些什麼進展 還有的就是 你搞這些東西就是寫本續末啊 大哥 比如說金融業這樣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高檔次高薪的金融業職位 不過 很多都是由那些港漂拿來做 而已 港漂就走來香港做那些高薪厚的職位 反而香港那些青年呢 你就叫他回大灣區那時候做事 喂 你這招是乾坤大羅兒來的啊 是不是被人聯想到你是不是想換血呢 是不是呢 為什麼會做這些行為呢 你應該要在本地 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 啊 而且提升回本地人那些就業的福利 還有是那個工資嘛 你這招區政府就不是搞個什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一來呢 肯定吸引不了多少青年去的了 因為你的工資太薄了 你說三四皮這樣就不同 好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喂那些人的心都不服了 是不是啊 自己你就叫他走去大灣區 啊 然後香港那些高薪的職位呢 你就是不斷開放那些港票來做 喂香港沒有人才嗎 是不是啊 喂過去那十年 你放了多少那些所謂的專才 是不是啊 有多少那些大陸的大學畢業生 來香港讀完一年的碩士學位之後 就在香港來到去打工呢 如果說到大灣區真的那麼好啊 特區政府不如安排那些港票 還有啊 由大陸來香港讀完書打工那些畢業生啊 回去大灣區做事更好啊 那就將那些就業職位釋放出來給香港的青年咯 一家便宜兩家著啦 啊 好啊 這一節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